另外在花莲县政府 当意外发生之后 也立刻成立了应变中心 由县长徐真卫坐镇指挥 并且指派花莲县警察局局长蔡丁贤 在事故现场主持前进指挥所的相关事宜 给予相关乘客最佳的照顾 并且协助处理善后的事宜 现在徐真卫在因为事故发生之后 立即在花莲县房在应变中心 成立应变指挥中心 动员所有人力物力赶往现场事故 同时也指派县警察局长蔡丁贤 在场成立前进指挥所 处理现场相关事宜 对这起意外 现在徐真卫表达遗憾之外 同时也要求县府相关单位 全力动员协助乘客以及家属 处理善后事宜 包括伤患以及乘客的后送 同时对罹难者也在花莲县 私立飞行馆设置停放场所 台铁泰鲁格尔号408车市 在大清水段发生事故 花莲县政府前进指挥所 在我们的和人来成立 由蔡丁贤局长来主持 而花莲县政府应变中心 也在我们消防局来成立 花莲县另外在花莲火车站后站 成立一个临时服务中心 来服务在我们的408车市的旅客 从事故现场而用游览车 送到我们的服务中心 有六辆 现在已经第五辆来到了服务中心 大部分都非常的安全 尤其是服务中心也有我们的医护人员在 以及我们的心理卫府的协力志工都在 在那里服务我们的受创 以及心灵受到惊吓的我们的游客 那另外也在我们的殡仪馆准备 在景形厅已经准备好了 由接我们的在大清水的欧卡的大体 到我们直接到殡仪馆来 那另外也感谢佛光山月光室的师傅 已经进驻到景形厅 希望能为王者来做一些法会来宽慰他们 那另外花莲县也在卫生局 成立了一个这个专线 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在院的重伤 可以有一个有一个这个查询 感谢全国民众对于地方的这个加油打气 另外也要感谢徐国勇部长 还有林家荣部长到这个前进指挥中心来关心 那也感谢我们各地方政府 无论是台北市新北市 还有这个宜兰县以及云宁县高雄市 首长都打电话给这个甄伟 对于我们医疗能量或者是救护 以及志工的这个人力 他们都愿意全力来协助 当然我非常地感谢新北市台北市宜兰市 宜兰县第一时间就将我们的这个救护车 以及特收队都直接进驻到前进指挥所 而在一会发生之后 花园县也接获许多县市首长来定慰问 同时也表达习俗的质疑 现在许专闻也相当感谢 相关县市所提供的救难人员 以及器具来协助 让后续救援任务可以顺利进行 另外现在许专闻也前往各大医院来慰问伤者 同时也只是县府相关单位给最大协助 记得终于和视频道